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食材 洋葱 顾名思义带个洋字 其实是个外来品 洋葱最早是从西汉时代在丝绸之路打通之后 逐渐的从西域传入的 所以洋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胡葱 到了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 又有一个二次传入 是从广东开始进入我国的 这个洋葱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它的味道 臭臭的那种感觉 这种臭臭的味道就是大蒜油的主要成分 那咱们怎么才能愉快的吃洋葱呢 其实烹饪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烹饪技法 叫做洋葱焦化 洋葱焦化是包含了脱水 包含了美拉德反应 还有焦糖化反应 通过高温加热 让洋葱的水分挥发出来 让它收缩 洋葱含有的一些糖分转化成焦糖 通过跟蛋白质和氨基酸等等物质的一系列的反应 形成各种新的复杂的风味物质 好 那下面我再用人话给大家说一点 这个洋葱焦化 就是在高温的条件下 给洋葱煸炒足够的时间 让它的口感变得软润 把它的这种辛辣的臭臭的味道去掉 让它变得香甜可口 洋葱焦化的这个技能呢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烹饪当中呢 是经常用到的 那下面几期呢 我就会和大家分享几道洋葱焦化的美食做法 吃好每顿饭 过好每一天 再见